事實上西元1912年開始 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 創立了中華民國 就是追求民主民權民生 為了老百姓的生活 我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 我們致力於幫助人民改善生活 國父勉強 我們這麼認真努力 是希望台灣的政治風氣 能夠有所扭轉 政治人物不能再鬼混下去 真的要為人民服務 我們大家是中國的人 我們知道 中國 以前年來 是世界上 頭一等的強國 我們的文明 進步 比各國 是以前的 讓這個中國 比強行這個時代 現在 正所謂 通方進攻 萬國 來朝 那一個時候 就是中國 這個威靈 在這個膝蓋上 就是 第一的 中國 這個膝蓋上 頭一等 比強國的 我們國父 國父 守創革命 修壯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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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入化 乔乔乡夏季伙 重新改造中华 向全国人民选举 愿意证实减划 请重资务 中心人民周率 高位国家 服务国民服务 十位十业 与的国家免疫之处的 三明主义 无权宣法 正的心退休 一时的辛劳 单身的本宗 为国家 牺牲奔斗 国土今生 永随苦休 古同今天白日 千秋万世长流 大白是成功苦 我就是难过 老孙公共享 倍速通航 在日本记忆下 休息着苦 我现在一定好好做 在老板上好好 知道我生活得好一点 这个新典 这个使命 是否一定不能出现 出现现在 如你来看 圣州兵飞 多不简单 我环游为一 我散了官邸 消费了知情 大家要互相免疫 我父一言 我父一言 不要忘记 革命尚未成功 我热爱中华民国 对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 我愿意负起责任 不计个人得私荣辱 只愿能够改变台湾 愿天佑台湾人民 天佑中华民国